在哪一趟 只管往前方 今天開始踏上 盡全的步伐 青色外表 總在天上 卻像夜報 等待時期來到 直到那一天 那一趟 起跑 小時候是 幼稚園的手把 然後就是看王建平的手 就開始學完棒球 然後就想跟他一樣 就是很多粉絲這樣 然後在很多人面前打球 然後就跟弟弟開始玩報紙球這樣 然後四年級才開始打球 小學四年級 那時候的夢想就是 希望能跟王建平一樣這樣 很有名這樣 然後為台灣爭光 林振華 站上打擊區 賽匯累積是四成的打擊率 這個球 在中間方向 是一支平非安打 這個球打穿了中線 整個揮擊跟節奏抓得非常的 跳到好處 然後接下來林振華再補上一刀 這球有點擠壓到 結果在中間方向 反而是落地形成了一支安打 這個球可以說 對林紫薇來講 是一個石頭的一個狀況 台東線的開路先鋒 林振華今天是單場三支二 打擊的是林振華 那林振華是台東體中的選手 阿美族的球員 高二升高三 好 一開始是連續獲得了四個外球 形成了四個外球寶宋 我覺得 不管讀哪個學校 只要你努力 一定會被看見 然後也有機會 穿上中華隊的衣服這樣 緊張還好啦 對中華隊就是興奮吧 然後很開心 很期待比賽的時候 那種壓力 然後氣氛 很多人都是有這個夢想嘛 然後中華隊一定 他們的是最高墊盤這樣 就像直棒一樣 然後希望高中 不管是哪一個階段 就是很希望穿上中華隊的球衣這樣 然後我們 我們除了是自己有這些壓力 然後人身上背著就是 就其他人的夢想這樣 一起努力 因為我都超領啊 然後自己實力穩定的時候 然後就看別人同學這樣 中華隊 然後自己踩慢慢起來 就太慢了 就很常慢人下一步 就一直想著 就再繼續努力 再忍一下這樣 然後就有機會 然後其實表現都蠻穩定的 也沒有特別的足處 就這次應該算是非常幸運 就一起打球啊 有時候 因為我們感情也是很多 都住在宿舍這樣 然後有時候 我們心情不好打不好的時候 就Poker文這樣 然後還是自己 表情會有不開心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過來安慰 鼓勵這樣 說什麼還有兩年啊 還有什麼比賽 然後再撐一下 然後既然只是念念而已 就不要放心 傷心 就鼓勵一下 然後自己 自己就哭一下就沒事了 我愛哭 可是被罵一下就哭了 所以我都做得很好啊 就不會被今天罵 只是打不好的時候 就自己調整一下就好 也不會想太多 應該他 他應該算乾媽吧 乾媽 然後就是 其實從小就看我長大 然後就跟他約定 然後去大約猛的時候 要邀請他 去捕手後方看我比賽這樣 然後就達到現在 然後才看到我的努力 然後 所以很多鼓勵的話這樣 其實就我們也沒有住在一起 就是分開這樣 然後都記得彼此的約定 然後努力這樣 所以謝謝他自己 所以謝謝他自己 邀哥啊 跟聖維學長 他們就cue邀哥 邀哥也來了 他可能無聊了啦 沒事的 剛好我就 可能又再跟另外兩位 學長在那邊講話 然後他可能聽到有過來參與獎 滿好玩的 因為可能就是賽前 可能要給我放行榮之類的 所以邀哥再試一下 也滿好笑的 滿逗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